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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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感觉还好 我觉得只要你一直上网的人 你大概都知道 但是呢 这个Cosplay呢 其实是不是就是 玩Cosplay的人就一定会 看这些漫画 然后一定会玩游戏呢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嘉宾的 那我们可以现在呢 也可以讲一下吧 就是这个Cosplay呢 其实是来自于哪里 其实Cosplay是来自于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在玩Cosplay的 那大部分我们会 以日本的国家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通常 我们Cosplay都会可能会Cos 日本的动漫的主角 例如 我最喜欢的是One Piece 就是 One Piece就是这个海贼王 我相信我觉得 我一讲出来这个漫画是 80%的人都懂吧 没有可能不懂 嗯 这个我知道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Naruto就是 Naruto叫什么啦 这个火影忍者 对 应该是无人不知吧 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漫画是在 本地是算是 最火红的动漫的 今天有人Cos Pokemon吗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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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os那个Ash啊 还有那个Ash是小智 还有他身边两个同伴 我都忘记叫我名字的 真的太久没看了 那其实Cosplay呢 是一种文化的活动 它主要是扮演一些 对象的角色来来这些动漫啊 漫画甚至电子游戏 那可能还有形形色色 可能我们看过 可能甚至我们没看过的一些Cos 他们都会 呃 办这个角色的 嗯 是那呢呃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嘛 但是我们的现场呢 其实请来了 呃 就是有一位是来宾呢 是在现场的 就是Tekka Tekka 你好 你好 呃 是 你 你 你可以大声的说一点 Tekka可以大声一点 Tekka本身有点害羞 哈哈 不用害羞了 这个真的是 嗯 好 然后另外就是呃 来自 马六甲的JNR 呃 的Jerry 你好 你好 那这样 嗯 大家好 就是 现在呢 呃 是 Jerry你可以大声一点吗 你声音有点小声 哈喽 Jerry 是谁小声 是我小声吗 啊 对 我们听到有点小声 哦 OK OK 是 现在呢 嗯 现在OK了 啊 比较OK了 是 那呃 首先我就问一下嘛 就是这样 呃 你们 Cosplay 完了多久了 Cosplay玩多久了 我是从2009年开始 今年大概是第八年吧 玩了这么久的Cosplay啊 你 呃 呃 你不会觉得说 Cosplay好像是 呃 就是 怎么说呢 小孩子玩的吗 呃 并不是这么说啦 小孩子可能 大家小的时候都有过那种梦想 就好像啊 啊 我们男生小时候会要买那种Superman的衣服啊 Spiderman的衣服来穿啊 那你女生呢 就会多数想往那种公主类型的啊 这小时候这些根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发芽了 只是到我们长大了以后 才有那个本事 才有那个能力做出来 更加还原的那一种 现在是掌声了 变成一棵树了 哈哈 已经是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的融入在这个角色里面 那Taka呢 Taka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Cosplay的啊 呃 我是从2011年开始的 所以算上来的话 应该五年半 六年这样吧 六年哦 哦 差不多 其实为什么你们会 呃 怎么 为什么会想要玩Cosplay呢 我的话当初是我有身边有朋友开始玩 然后我看到好像很好玩 就插你脚在去这样子 你的身边朋友包括Jerry吗 Jerry是 Jerry是我后期认识的 哦 后期认识的 那Jerry有什么会 也会投入在这个Cosplay呢 一直以来 因为刚才你都讲你是动漫迷啊 啊 是 我们也是啊 动漫 我本身也是一个动漫迷 也是一个我有玩游戏的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看 那些相关的杂志 然后尤其是来自香港啊 日本的杂志啊 常常都会有介绍到Cosplay这一环 所以我看一下 看一下开始 那个兴趣就越来越浓厚 就直到2009年 其实我是慢了 马来西亚比较早期就有了 我是2009年才知道 马来西亚也有这一类型的活动 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想去尝试一下罢了 然后就玩下去 玩下去越陷越深了 嗯 然后就玩到现在了 对不对 啊对啊 因为我看了两位的这个作品 对不对 我也学了给邱子看一看 就是我们两个都有看了 你们的作品 是非常的 我的表现是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跟真的一模一样 真的 哪方面啊 就是那个道具 它的那个必争度呢 我觉得是 它是相似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它的 我没有 我只是看照片的话 还没有真正的 速碰过那个刀具 是非常让我 哇原来你们做的作品可以那么的细腻 那么那么的 那么的 那么精进 甚至可以可以把一把刀弄得有模有样 然后那个长度是好像真的还蛮长的 尤其我看到一把剑 是非常的长的 对啊 如果你说的是那把红色的那一把应该是有两米吧 对 这可能我们的听众没办法看到 可能待会我们可以post在我们的这个 Bandbase 让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 然后我们可以问一下 其实你们本身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因为你看哦 我们cosplay哦 就给我们外行人的话 诶 cosplay的人是不是在家都是宅宅的 是不是会经常躲在家里 呃 真的只是看动漫呢 还是过 呃 真的是 好像宅男这样子 宅男宅女 你们有从事什么行业的本身 呃 我本身是sosiesman的 嗯 我是跑销售业的 哦 所以 其实会不会 呃 跟你这个cosplay有冲突 你说宅意的话呢 就可能算算算是个半宅吧 因为我们除了做工以外 多数时间都会呆在家 不过偶尔还是会跟朋友出去 和他 逛街啊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玩cosplay呢 并不一定讲是 宅的人才会玩 因为cosplay的event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交流平台 嗯 就是可以给我们的人 庆身过去那边 结交朋友啊 认识人啊 然后可以在那边啊 大家一起聊同样的话题啊 因为之前 都缺少了这一种相关的平台 大家都很难找到同好 可能找到的 大家都各自在家 也没机会见面 当面聊天 所以活动是 啊 provide我们一个这样的平台咯 所以你是想说就是 呃 其实玩cosplay 不是宅男 不是宅女 可能 可能有些人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宅 可是经过这一个活动过后呢 过了玩了cosplay以后呢 那个宅度会慢慢减少了 是吗 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出去外面了 就认识了更多 诶 诶 诶 有有有兴趣的朋友 自同道合的朋友 对不对 对到同好啦 啊 同好的同 同好 嗯 嗯 是 那其实 我每次看到cosplay的这些fair的时候 我就想说大家的心里里 其实 在想什么的时候 就是 哎呀 还是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比较美 你看我这件衣服 你看我做的多逼真啊 因为我相信大家cos的 应该会有很多是cos一样的 我跟妳讲 好像小字的话 应该至少有十个小字在里头 什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会有十个人 至少有十个人在里面cos小字 哦小字的 啊 就是要不然就是 呃可能cos2in的话呢 又有大概这个十到二十个人 在cos2in这样子 OK 应该会有一个 呃重复的这样子 会吗 如果你经常去这些event 会不会看到重复性的一个 不是啊 我们就问一下大家嘛 好吧 我就问一下Tekka Tekka你就是进去的时候 也好像会不会你在cos的时候 然后你就看到 诶我cos要跟别人很一样 就是别人会有很多状态 从复性的角色 然后你会跟对方 拿来比较对不对 啊这个比较 嗯通常是不会比较啦 我个人的方面 会反而觉得 哇他跟我出一样 我会去跟他勾搭一下 又是我跟他聊天啊之类的 可能能再认识朋友之类的 新朋友 嗯 又是我大家都喜欢同一个角色嘛 嗯 这样可能就是同好 然后就可以继续聊 关于那部作品的东西之类的 哦 当然通常作品你们会聊什么的 诶那个好帅哦 诶那个好美 没有因为我真的不了解这个世界 是不是 对你 你对这个世界完全是不了解 我真的 我真的很好奇 我就想说 你们呃会聊什么呢 是不是 啊这个 他那个招数出的特别的好 他那个招数出的特别的强 啊这个柱子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大概会聊些什么 嗯 其实各种东西都会聊啦 总之关于那部作品的 甚至我们会啊 一直 因为event上都会有卖一些同人作品嘛 可能也会讲 哇那这样卖的很漂亮 我们就过去一起看之类的 也会 分享啦 就分享不一样的东西 哦 就是这样交朋友 他给我感觉就是 他们去cosplay的主要原因 就是要交朋友 他们扮演一个角色 然后出来交朋友 可以从中认识新的朋友 嗯 哦 Jerry是这样子吗 你是去cosplay里面 你是交朋友 还是去做比较 就类似哦 不过我的 我的人呢 我就比较注重在手作派 所以 通常认识到新朋友的时候 我们大家多数都是在讨论 这个道具怎么做啊 那个道具怎么做啊 这样啦 所以有时候是看到人家做的东西 可能 诶哦 原来可以这样做 我们就可以 可以互相共同 互相交流啊 互相交换 那个意见方式 怎么要做出来 嗯 因为大家都是一边玩 一边学 是 那Jerry有看到你的这个手作 确实做得非常的精细 那你这一个手作呢 是 呃 你在接触了cosplay以后 你才特别去学习呢 还是你自己本身 就对于这个美术 是特别有 强很强的天分 呃 呃 说天分不敢说 不过从小开始 我确实是比较喜欢画画啊 呃 从应该没错的话 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吧 那时看动画 看到他们有那些很酷的道具啊 都会想要用卡片子 都自己的学做出来 不过小时候 不过小时候当然啦 做到都不会好看啦 所以 长大了 啊 掌握了一些技巧之后 就开始 会更加想要去做出来 不过开始的时候呢 我第一次cosplay的时候 确实是不简单 因为那时为了做武器 那个武器是用木板 然后我在木板上面 完全没有姿势 完全不会 所以也去找了一些 做从事这行业的朋友啊 问他们啊 去教我 教他们教我这个东西 我要这样的东西 要怎么做啦 我要这个鞋脚 要怎么割啦 类似的 我看到就是 所以你这个 为什么你会想要自己去做呢 怎么就不去买呢 买的 不是说什么 因为当时 我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年代呢 道具并不 这个cosplay并在这边 并不是很广泛 然后加上那时候 我对淘宝也没什么认识 那时还不会淘宝 所以想到的都是 自己做出来吧 我没有 我开始的时候 没有想过要去买 嗯 是 所以就 哦 应该也买不到吧 就是这种 超夸张的 有耶 其实 对对 因为我喜欢的很多 武器都属于比较大型的 所以你就算淘宝买的话 我看也很难寄过来 寄过来 邮费也很超高的 所以还是自己做比较实际 是 所以他一做 他就做了一个八年了 嗯 超过八年了 知道吗 这艺术金越来越好 这样子 对 是 那其实 说到这个 到底没有卖的 其实 我之前呢 在我还是中学时期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都穿着这个 罗利塔的服装 罗利塔是什么 罗利塔是这个 日本 日式 然后他们穿的是那种 女服装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是很夸张的 女服装 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 就是 特卡还有杰瑞 应该有听过吧 有 对 罗利塔其实不能算是 cosplay的 这一环里面 虽然也是有人穿着 罗利塔去 所谓的cosplay 跟罗利塔的分别呢 罗利塔是属于一种风格 是那种穿衣的风格 然后你还是属于你自己 这样 cosplay呢 我们就要在 那个时候是融入 那个角色 我就是那个角色 所以是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哦 所以就是 cosplay就是好像 就是存在的角色 然后我去做 我才算是cosplay 所以把我们 那个 我喜欢这一个角色 我把它直线化 变成一个 3D的 嗯 那个是cosplay 嗯 是的 那你们的cosplay 什么 什么样的角色呢 呃 先问 像Taka Taka 有cos or什么 角色 应该很多吧 呃 就讲近期的吧 因为以前的真的有点多 近期比较少了 就 最近cosplay的是 剑网 中国的网站 有下来的 里面的一个妙姐 就是他们的一个角色 然后还有 刀剑乱舞的 三日月中镜 应该也算是有人知道吧 还有一些Final Fantasy的角色 你看我经常冒了很多文 哈哈哈 我听那么多 Final Fantasy 只有我一个懂 其他的人我不懂 是 那杰瑞呢 呃 我呢 我的角色 大部分啊 并不是全部 大部分 会来自电玩 啊 像刚才 Taka讲过的 Final Fantasy啊 啊 我 出过它第七的 第十三的 啊 然后 还有其他的 就比如 啊 God is there 啊 Blade Blue啊 这类型的 啊 电玩游戏哦 嗯 然后动画方面呢,漫画方面呢,也有,就可能都属于比较冷门啦,我不知道啊,Kelso,你听过没有这个,说热片松传奇,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烙印战士,其实我们两位主持人呢,头上已经冒了很多个温号,真的没听过,我喜欢的角色呢,很多都是属于比较老旧的漫画、动画,新的并不是不喜欢,而是, 我的速度没那么快,对啊,因为你要追,漫画是追不完的哦,漫画是追不完的,这个问题啊,是因为我的手做,我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当我做出来的时候,它都已经变成旧翻了,哦,哦,好像我的速度比较慢了,就例如,例如你正在做一把,一个道具是一把刀,一把一把剑,好不好,那你要用多长的时间去制作出来呢,呃,不一定,这种,其实,呃,首先呢,嗯, 我要先知道那个构造要怎么做,因为有时候太大的,我们要用那个材料啊,要怎么样构造才不会,才给它可以,又耐用又稳,而又不会太重, 嗯,因为我曾经就是做过了一把,就好像我刚才讲过,Final Fantasy D7G啊,嗯,那一把大刀,嗯,我那时就是用全木加钢,钢条来做,所以那把东西做出来了,差不多最近9公斤, 全木,然后又钢条,啊,就全木了,然后还有钢条在中间支撑,很难想, 那把东西做出来,太重了,9公斤,并不是双手可以轻易地推起来的刀,可以砍人吗,那一把刀,哈哈,那把千万不要啊,你试下去,应该会断几只股啊,哦,它砍,砍不上了,但是肯定会断几只股,对不对,太重了,啊,对,好, 所以就开始我会研究啊,如何的构造啊,用什么方式可以掏空内部啊,来让它,来让它更加轻,所以也要看木,以木来的时候,idea有的时候呢,我也试过在一天里面做好一把,嗯,也试过在三个月才做好一把,哇,三个,要用三个月来实验来完成一把刀,对,对,因为有些东西,我们都是边试边学, 嗯,啊,所以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弧度很高啊,就像我昨天给你看过的一张那个金色红色那个有牙齿啊,对,啊,那一把的话,因为它的弧,它的斜角啊,弧度,它的形状啊,要慢慢去抓,不过那一把我用了差不多三个星期啦,嗯,那把三个星期哦,啊,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是那个角,就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从照片看是非常的细腻哦 这个是比较后期啦,因为我也掌握了一些比较一定的技巧了,所以会比较快,早期的时候就比较慢 嗯,是,那我问一下,呃,就是两位,呃,你们去参加这个cosplay event之前,你们要cross自己嘛,那这个准备时间需要多长呢? 就是从这个服装 嗯,看,看角色的复杂度而定吧, 真正快的有些,就比如有些角色,他们的衣服是比较偏向于我们普通的casual wear 嗯,所以像那一种的,有可能我们自己本身都已经有了 所以,啊,最,最麻烦的地方可能就是,啊,买个假发啊,啊,或者做一个小道具啊,快的话可以三四天做好,两天一天都可以 啊,慢的话可能用你几个月,几个月的时间哦 嗯,因为我知道就是Jerry,他是比较擅长在制作道具这方面,而Taka呢,他是擅长在,呃,手细,手饰,然后,呃,服装,对不对 对,对,Taka,Taka,他的,因为我看了服装,对不对 哇,真的,可以把他,因为他有一个,好像比较古代风的,呃,应该是刚才所说的一种猫腰吗,是吗? 嗯,不是他,是妙姐 妙姐,呃,因为我看到照片,哇,好夸张哦,那个,那一个 那服装是你自己做的吗? 呃,我给你们的图片那几个都是我自己做的 你,你,你怎么,你,你本身是有这个裁缝背景吗? 裁缝的背,呃,我以前是学服装设计的 难怪 难怪 如果这种那一颗普通人就解决上自己做的 完全做不错嘛 对啊,你,你,那你这个服装设计,你的衣服只设计给自己吧?还是你有哪去卖? 嗯,也是自己设计自己穿 为什么不想打算哪去去卖呢?其实有点困难啊,如果服装业的话 怎么算呢?为什么? 本钱资金时间,然后你也要有一定的顾客才可以掌握到 主要还是资金问题 可是你不是有很多COSPLAY的朋友吗?还是他要不要自己去做? 不一样吧,如果是服装跟COSPLAY的话 如果你COSPLAY做服装,意思说你自己帮人家做COSPLAY服装的话 那边是另外的东西 跟服装设计好没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啊,就是好像今天,而我是你的朋友好了 今天我想COS 随便一个角色就好了,你会帮他设计 帮他设计那个服装吗? 嗯,是有人在做这样的服务,但是我不会 哦,你是没有,你只是帮... 所以你会有个人的特色在里边哦 可能,因为每个COSPLAYER,他们都有一个... 应该有...会有...你会把你们的自己的特点 融入在你们的COSPLAY服装 或者是首饰,或者是在里边吗? 嗯,通常不会,通常会尽量还原回他原本的设定 所以,你们在COSPLAY当中,你们所... 而且服装,无论是发型,发妆,甚至服装 你们都会跟原本动漫里面的角色 或是游戏里面的角色是一模一样的 嗯,会尽量越做越还原来是越好 哇,这个你们要怎么去判断是一个... 哇,那个细腻度应该很难抓到吧? 因为好像一个动漫人物,他里面的... 无论是化妆也好,发型也好,要模仿是... 会不会很困难呢? 嗯,就要...多...做多练习 一边做一边学之类的 你要...要边做边学 Jerry呢? 你觉得难吗? 就是要模仿 给我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 神韵 那个角色的神韵 就比如讲,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凶狠的角色 你不能入住太温柔的角色 怎么说呢? 啊,就有些角色是比较凶狠的那一种 比较...硬汗的那一种的环境 就不能做到太过柔软啊 那个表情太过分啊 就好像你说到哈哈大笑啊什么啊 那一种的表情 嗯... 神韵很重要啦 不过我们交谈的时候就没有问题 不过通常在拍照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把自己的那个... 那个怎么说呢 那个心情啊 把自己尽量贴近那个角色的那个表情啊 所以除了服装 就是除了外表上这些... 外表上的一些服装之外 你们的那个心境,心情 还有那个表情也要跟着一个角色模仿的一模一样 就是完全是那个人啊? 嗯... 对,就要把自己尽量... 就要把自己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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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他... 就是... 就是... 就是你... 那你们全部... 他们是演员啊? 你们全部都是一个很好的演员耶 你们可以去... 就是... 看一下这个Media Prima 也是Astro 嗯... 如果找电影的话你们可以去试镜了 嗯... 这样就不同啦 因为我们那比较少用... 呃... video的方式 我们都是照片嘛的 嗯... 嗯... 就是... 可是如果平常你们好像... 呃...去... 如果是去那种交流平台 然后就是去Event的话 好像假设说你们... 呃... 是在... 你们不是在Cosplay嘛? 那你们在跟这些人说话的时候 会不会也是用... 那种角色... 的那种态度去跟别人... 去跟别人... 去跟别人交谈呢? Taka 蛤? 我本身是不会的 就... 交流是正常的 就普通讲话这样子 嗯... 就跟平常一样 只有拍照的时候 会比较显现出那个角色的感觉 哦... 那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神经病? 就是... 跟别人讲话 是用这种态度讲话 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嗯... 我目前还没有遇过啦 比较少 通常都是普通讲话这样子 就是没有人在扮演鲁飞的时候 就一直跟你说 他要吃肉 这样子 我还没遇到 Jerry你有遇过吗? 有趣的事情 嗯... 这样就没有啦 我... 我比较常遇到的就是遇到那些 比较... 在出一末的角色的时候啊 我在出一末的角色的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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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会以为我心情不好 哦... 就是你凑凑那一种 嗯... 呃... 就是我们... 我们的那个时候的表情啊 因为... 呃... 在我们没准备之下 给外人拍到 所以我们都会维持在那个... 样子 可是在交流说话的时候呢 还是正常的 嗯... 所以你们是三百... 呃... 你们是时时刻刻的注意在 这个... 自己的这个角色 就怕给人拍到的时候 明明是一末的角色 然后明明看... 然后看到你在开怀大笑这样子 嗯... 我觉得他们是有分裂症耶 就是你们有那个... 那个什么分裂症啊 就是你们的... 精神分裂症 就是你们的心情可以随时转换 再融入在那个角色当中 呃... 这样... 又不是这么讲 因为精神分裂症 其实属于一个病状啊 那个... 那个是属于... 呃... 不受控制的 像比如我们的是 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自己在做什么话 这是演员 不是精神分裂 我们就要搞清楚 他们是专业的 对 他们是专业的 好 那我们先进一首歌 学习一下 回来... 回过头来呢 我们再去跟大家谈一下 cosplay那些好玩的事情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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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